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这个是白油65克 这个是牛奶已经加了一点点的冰块在里面 还是我们还没做之前就将这个牛奶拿去那个冰冻的冰冻库那边 让它冰冻 要不过我们就加冰块在里面 这个是加一点点冰块 牛奶是240cc 还有这是2克的盐 我们这里呢有三份豆沙一份是250克 等一下呢我们要来把它上色了 今天呢要做这个五颜六色的月饼 这个豆沙呢上期我已经发布过了 就是白豆沙可以做出五彩冰冰的月饼 你们去参考那个视频就知道这个豆沙是怎么煮的 现在我们要来上色咯 现在第一次我们要把它上色的就是这个一头粉 这一头粉呢这个豆沙总共250克就是要加这样的小茶匙四次 它的味道才够然后它的颜色也会够 然后呢这个也关于颜色的事情呢就是看我们个人的喜欢咯 如果我们不喜欢那么那么重的颜色我们也可以调到很浅很浅也可以的 我是就喜欢它的颜色比较深一点 然后它的味道也比较香 全部的颜色就是这样搅拌咯 然后视频里面也是我有做那个小小的月饼就是五元六色的 它的皮也是这样操作的 就是慢慢的加先加一点点我们再看 看如果不够了我们再加就是这样哦 要看完这个视频你们就知道了 这个颜色怎么调 然后在皮的部分呢还是在馅料的部分都是一样的 像现在这样就可以了 很香的那么我们继续来操作下一个颜色是什么呢 现在我们来调这个是绿茶口味的 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将这个视频把它调快了 因为在错落的时候也是需要一段时间的 这样就可以了 现在这个部分呢我们要来加这个是吉隆咖啡粉 然后呢吉隆咖啡粉它有一颗一颗的粒 我们要这样这样它就晒过去了 然后这个我们还是一样的慢慢的看慢慢的调 不可以一次性加的太多 因为这个咖啡会苦 我们在臭炉的当中我们要试一试 我们感觉不够呢 它不会苦我们就可以再多加一些咯 如果它又感觉苦了就不可以了 现在已经裸好了我们可以去包月饼了 首先呢我们将这个盐包在这个水里面 这个冰块跟牛奶把它搅搅一搅 搅了之后呢我们再拿去冰箱里冰 因为我们要混在这个粉跟油啊 还有这个汤啊是有一段时间的 可能要几分钟才会好 所以这个不适合放在外面 尤其是现在的天气很热 等一下它融化没有冰的 这个呢就是一定要冰的 就是它的名字就是冰皮 就是有冰块去做的 所以有冰 然后呢放在冰箱里面 要吃的时候拿出来冰冰黏黏 超级好吃 这个 这个冰皮叶啊超简单做的 然后又很高级 然后现在我已经嚼好了 我先把它拿去冷冻是藏着 我们再来操作这个粉 现在我们来操作这个粉的部分了 我先将这个高粉倒进来 高粉200克 这个是糖本性锅塞的 高粉是锅塞 但高粉没有什么杂质店里面很清洁 然后这个糖它时常会硬快 所以我们要一定要锅塞 就算签字已经锅塞好了 每次要用都是要锅塞的 要不它几块了 几块就很难操作咯 这样搅一搅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倒这个油也倒进来 这个油就比较久一点 就在这边 两个手都进去 等它几块 现在呢 已经把它搅拌均匀了 然后这个粉跟这个油 然后呢 我们要倒这个牛奶进来咯 牛奶还有一点点冰块 但是没关系 等一下我们在搅的过程当中 它会浓化在这里 很高级的一款月饼 又高级一分简单 好香哦 这个高级的味道很香 已经快要好了 如果我们感觉它比较硬一点 我们还可以多加一些牛奶 还是水也可以 如果我们感觉它比较软 但是如果比较软 等一下你看哦 只是不到十分钟 五分钟它就定型了 它就很硬了这样子哦 如果我们感觉它还是很软 你可以加一点点粉在里面 这个是无所谓的 现在已经油滑了 我们可以来包油饼 这个不需要等哦 只要它一直挪到它油滑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准备要来包这个油饼 就把它切出来了 我们开始来切咯 这个皮呢是40克 现在是85克 总共125克 我们切好之后呢 我们再把它这样子 再次把它搓圆 这样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开始来包咯 就这样咯 还是 这样也可以咯 就这样咯 然后我们就取一份 今天这个是摩擦口味 超级的香 这样咯 用那个手 这个豆子 就算我们我们一定要把它拿去冰箱里冰了 它都硬了之后 现在就很容易操作咯 就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呢我们拍一点粉在这边 一点点而已哦 然后我们再拿这个模具就这样按哦 这样按 这样按 尽量平衡一点 之后我们再拉上来一下 这样拉上来 就很容易脱抹咯 美美的哦 美美的哦 很美哦 现在呢我们再一次来看看而已 我们要包这个紫薯的 紫薯的很香 配到这个牛奶超级的棒 现在呢 就可以了哦 这样哦 现在呢 要紧用这个空气挤出来 OK咯 这样就做好一个咯 然后我们 用这个高粉把它拍一下 我现在就这样咯 这样按哦 就这样哦 然后我们再拉上来 等一下就脱模了 是不是 美美的好 然后我们把它放在这边 等一下再装盒子 放在这个盘子里 下面垫了一张塑胶袋 然后等一下它就不会粘在这里 那我继续把它做完了 我们的月饼已经包好了 美美的一个一个好美 我们要拿去冰箱里冰三个小时 然后我们再来切 今天我们这个五彩冰奔的冰淇叶饼 已经做好了 每一个都美美的 这个小小的超可爱 可爱 那么现在我们要来试吃的时候 我们要吃什么呢 我喜欢吃这个是 绿叉口味的 这个也是哦 这个也是 这个是不是绿叉口味的 这个我就没有示范给你们看了 我就是示范那个 怎样加这个 立叉粉在那个 豆沙里面 但是这个粉我没有 我没有示范你们自己看就知道 就像很简单的 就是把这个粉拿到这个饼皮里面 我们把它搅拌均匀就可以包到像现在这个样子 这个是芋头口味的 这个是咖啡的 这个是咖啡的 我来吃咖啡好香哦 你们要吃吗 要吃赶快去做是不是很简单 只要你买到高粉你就可以做了 这些材料都是家里都有的 糖粉啊 牛奶啊都那么简单的 还有糖啊 还有白油啊 就是那么简单 我再吃一口 哎 哎 好香哦 这个绿茶哦 加这个牛奶还有蛋黄 超级棒的 它不是很甜 因为有蛋黄在里面就综合它咯 如果是不可以吃很多汤的人 这样可以了 它不是不是很甜的 如果你们喜欢很甜 那就这个皮呢 它的这个 汤粉呢 可以多加一些哦 我的成分只有280克 你可以把它加到300克 嗯 好享受 好幸福的感觉 你们知道吗 希望你们跟着惠正的视频啦 今年能够动手去做 自己做月饼 等下你会很开心的 人如果一开心哦 你就会很健康 如果你很健康哦 你就会美美的 然后增加你们的自信心哦 无论你要做什么哦 你都会有 一定会有很大的成就 我把它吃完了 好好吃啊 超棒的 不骗你们你们 赶快去试 等一下做成功之后再来这个 嗯 视频里面哦 留言给我哦 那么我们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了 不要忘了订阅点赞还有分享 拜拜 欢迎订阅点 near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